第一步用17号扳手 依次拧松右调链器的螺母和螺酸 注意螺母和螺酸的拧松方向 用17号扳手 依次拧松左调链器的螺母和螺酸 注意拧松方向 第二步用30号扳手 拧松后轮轴螺母 套上布料防止螺母挂花 注意搬手要完全套入螺母 防止螺母打滑 第三步驾控后轮 用橡胶锤敲几轮轴 露出左端轴头 左手向外拉轴头的同时 右手晃动轮胎 完成后轮轴拆卸 注意左边为新状态的后轮轴和左调链器 轴端面厚度为5毫米 对应左调链器深度也是5毫米 右边为旧状态 左端面厚度和左调链器深度是8毫米 在拆卸轮轴的时候 量一下头端面厚度就可区分状态 如果客户用车为旧状态 后轮轴和左调链器全部更换为新状态 如果客户车上状态是新的 出现轮轴内孔生锈的 需要更换后轮轴 第四步装配后轮轴 为防止轮轴难装 事先先抹黄油 轮轴穿入左调链器后 对准后瓶扎和轮网轴承 晃动轮网同时插入轮轴 可适当用橡胶锤削机 第五步后轮轴地 套上右调链器压平 套上布料 拧上后轮轴网母 注意不用拧太紧 第六步用17号开口扳手 调节左调链器螺酸 链条松紧和丝后 拧紧调链器螺母 记下左调链器刻度位置 用17号开口扳手 调节右调链器螺酸 与左调链器刻度位置对应后 拧紧调链器螺母 最后一步套上布料 用30号扭力扳手 拧紧楼酸 注意扳手要完全套入螺母 防止打花 注意扭力扳手力 必须得到110牛毫米 完成拆装过程